我来介绍我们的广东的名菜 萧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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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娥的哥们 萧娥 萧娥 萧娥有什么关系 萧娥的哥们萧娥 这是我的表哥 我的哥们变这样了吗 把你表哥 对什么对我表哥这样 那这样吧 杨哥先来一块 杨哥 老乡 来 跳个杨哥 来 跳个杨哥 萧娥是萧娥 萧娥是萧娥 大一面亲 大一面亲 萧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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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 萧娥 所以沾点汁 还真几位 对不起表哥 对不起表哥 不劲了 表哥 看着就好吃 还热的 还热的吧 我可以先用汤竖一下 回去怎么看都可以 我朋友萧娥 萧娥 大张伟 来一个萧娥大表哥 回去怎么跟我大爷交代 因为那个叉烧的味道 回去怎么跟大爷交代 就说是朋友要吃的 我一定要吃腿 第一次见面 我先把这吃了 皮多一点的 萧娥 你们俩在这里 对 沾点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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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热的 你那个皮可以掉 皮不能掉 不能掉 不能掉 一定要吃皮 对 一口下去 好脆 好脆 怎么样 老肖 你表哥 平时我看着他 呱唧呱唧的 没有觉得他有这么好的味道 皮很脆 皮很脆 然后他中间有一 这肥肉不多 对 你表哥里头特别特别嫩 陈哥 上这个大概要烤多久 一个小时左右 那萧娥身上哪个部位最好吃 哎 最好吃的部位就是 杜兰以上 两块 第三块的位置最好吃 杜兰以上 哪一块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我刚刚夹的那一块嘛 杜兰以上 有没有 厉害 真是厉害 我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我知道从哪下手 直觉就觉得 我刚刚就夹那一块 我一定要吃腿 我一定要吃腿 你一直在面 我先把你吃了 嗯 你为什么比我还要了解我的表哥 哈哈 因为我跟你表哥比较熟 对 比较熟 他比你好吃 我跟你讲 按照以萱的吃法 白饭 快两勺汤汁 一定要配那个汁拌饭 对